哈囉 我是誰 我是熊本熊 熊本熊約要來做蛋糕了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蛋糕 今天要做的蛋糕比較特別是 我要做海綿的 然後我要利用這個烤模 這個布朗米的烤模 這是會有像很有名的烤模 然後它有一個蓋子 那蓋子當然就不能放在烤箱裡面 可是這個蓋子的特色就是說 當我烤好這個蛋糕之後呢 我可以把蓋子蓋上去 那我就帶出門了 好 那這個烤完基本上是 呃 可以順不粘 但是如果你 我還是建議會塗油 然後呢 我習慣是會放這個紙 放紙的目的是做什麼 因為 到時候蛋糕烤好的時候呢 我很方便就拿這個紙 然後就可以封模了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是這些 那因為配方是 呃 我媽媽傳給我要做的 所以不能公開在這裡 不能跟你們講 那 你們可以自己找自己喜歡的配方 就是有點像戚風蛋糕 好你看喔 這邊是蛋白 我們做分蛋的方式 類似以戚風來做 然後做的像 海綿 好其實它又好像是海綿 那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網路上分享一個做法 這邊是 蛋白糖 蛋白跟糖 然後我這邊是按照順序的 然後這是蛋黃 麵粉 低筋麵粉 過篩 然後這邊是奶油 融化奶油跟 呃 我今天加的是 豆漿可能不太多 應該是要加牛奶 好 然後這是杏仁粉跟巧克力 巧克力是融化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 先來打發蛋白的部分 我今天的攝影機的角度 瞧得非常好 剛好就不會拍到我的臉 真是太神奇了 剛我說要做蛋糕的時候 然後我老婆說 蛤 可是布妞在睡覺耶 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 可以在旁邊幫你串場 我說她在睡覺沒關係 我可以自己 自己來創造劇情啊 她就說 那難不扯你今天就要做 購物台路線嗎 YES 今天要做購物台路線 先乾白 先打發 慢慢的 要去的時候打發 忙 不急著加 好不好 既然做購物台路線 我要介紹一下 熱烤 我們有揪團買 其實真的還蠻好用的 那一開始其實我都沒有用 然後都是大愛就用用 然後呢前陣子我開始用 我就發現 天啊 這個太棒 因為這個方形的 有沒有 烤出來很讚 然後中間 後面跟兩層夾線 表面再做裝飾 乾燥蓋子 放冰箱 是不是很方便 我想 不然烤團 而且 它這大小是大概 二十二公分左右 就是酒硬去 正方 放冰箱 剛剛好 一般家用的炒箱 也都還蠻OK的 OK啦 那 通常我做冰箱 都會有一個 酒精 我酒精的目的是 當我在做事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需要消毒 那你不一定要用這個東西 你可以用 你在那個 比較方便用的酒精就可以 你可以 你應該把檯面 漆漆什麼都盡量消毒 因為很多東西是 實際要食用 而不是要 而不會再激或加熱 好 現在的烤箱是在預熱當中 我用一百七十度去預熱它 那我先解釋一下 今天的做法 就是 我這邊是巧克力已經先融化好了 看到沒有 那 鍋鍋台時間來了 熱痕子我發現非常好 因為它可以微波 然後它這邊又有這個邊 很方便 然後奶油 你放在這裡面去做 微波加熱融化的 所以 就在這裡頭 那以前我會用小的碗 濕氣什麼的去裝 那很容易燙手 可是這就不會 所以我說 現在我還蠻推薦這兩位頭 哪裡嘛 請看螢幕上的 螢幕上的熱線 去打熱線進來吧 好 這時候 蛋白已經稍微有出口的情況了 我把它慢慢撥下去 好 不行慢慢撥下去 詳細原理我們是老師 我也不會講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慢慢讓它去擋 好 慢慢打 習慣開照記錄一下 好 慢慢打這時候 好 再打了 我們打到大概 稍微接近 液晶泡泡的程度 好 進去 看稍微加快 撐下去 好這時候 我拿出我的 有東西打在吃 等下會有人爆它 好 好 這個還可以 你要移動它的時候 麻煩 Lock 然後抬起來 會不會很熱 我覺得還好 是有一點 但是我覺得還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看一下它的狀態 看一下狀態 有沒有 彎的 還是彎的 這是彎的 不太適合 好我們就攪拌一下 刮一下鋼缸 然後呢 不能拖太久 讓它繼續 下來 好 記住不要打過頭 喔 如果都太海盞了 然後沒有打過頭 好 OK 好 這樣 也是稍微有點麻麻的 再加碼一點點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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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好 大概像這個程度 給大家看一下 噔噔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尖尖的了 尖尖然後它不會玩下 那打蛋白真的要非常注意 來拍照 拍照 手機接受我的聲控 好 這時候呢 好 稍微跟它混合一下 OK 好 稍微混合一下 這時候這個缸要繼續做 為什麼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要先 我們要把蛋黃放進去 打 然後就說 哇蛋黃放進去 打 yes 蛋黃放進去打 好蛋黃放進去 好蛋黃放進去 攪散之後呢 看一下喔 蛋黃攪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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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放進去攪拌 打發 放進去 繼續打發 好 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懂 我只能照做 因為 我們是沒有技術 只有家伙的人氣啦 好 OK 好 那時候 不要懷疑 就真的是這樣子 這做法我也 第一次這樣看到 好 繼續 GO 我妹妹都會說 GO 好 把它打到均勻 好不好 其實這有點貼心球戰 可是我是分開的 那我就知道說這叫什麼法了 你已經拋過我了 我學習的上路的 好 OK 其實還蠻快的 OK 好 來 這樣打出來其實 真的好細緻喔 看到沒有喔 好 全蛋打發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來 這時候好了沒有 你要想 打到這個程度就是說 它是很光亮的麵糊 然後呢 有沒有 這個是不太會 有流性的 然後我可以寫字的情況一下 就差不多了 好 我們再稍微 我再加碼一下下 OK 好 好 就大概像這個程度就好了 有沒有 很澎發 呃這個我們大概七個蛋 七個蛋的程度 好 OK 看 放這裡 放這裡不要動它 好 玻璃缸可以出來了 這時候呢 我需要把它做 稍微 這是有技術的 稍微再把它 煙滑化 然後消掉它 好吧 好 看到沒有 然後接下來呢 按照我的順序 這邊 是 要 同學 你們再講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麵粉 你要 噁 分次的塞進去 那這時候其實 你不太需要它 不太擔心說 它會 消耗或什麼 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沒有 沒有消耗的原因 有時候 它很恐慌 就是 趕快趕快 趕快會消耗 你有沒有想過 消耗的原因是什麼 有沒有影響的物質 因素已經出來了 然後你怎麼那麼緊張 沒有 那你就慢慢來就好了 根本不用那麼誇張 好不好 我們做東西就優雅一點 其實沒什麼 好 麵粉拌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它拌均勻 那麵粉拌均勻 這一招 也要好好的學 好 這台課是不會膠的 好 就自己慢慢看 不是不會膠 是因為 我也不是老師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們講 就反正再跟我做幾次就知道了 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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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麵粉基本上不要一下子就全部下去 大概分次 分次下去會比較好拌 因為免得粉太多 好 那澎澎英有沒有 會讓台語講碰碰碰碰 還會把麵粉都抖出來了 好 好 那時候呢 你看 你看這個玻璃透明的 容易看得清楚 對不對 這我覺得喔 玻璃的就是說 你看清楚之後 你就可以觀察裡面糊的狀態 那這樣子其實是有助於 你去做一些判斷跟處理的 下游的時候你就 拌均勻啊 這是哪邊啊 不一樣 你可能要剛翻起來 這個不用了 就稍微看一下皮膚 或者是這樣 看看有沒有 好 盡可能的把它拌均勻 那我說話其實不一定對啦 我覺得 所以 你們就參考參考就好了 因為我只不過是個人妻 隨便來啦 對不對 我是玩票性質的 好 OK 非常OK的 好這時候呢 我們把 這時候 我們把剛剛的 剛剛的那個 那個 奶油 奶油 跟巧克力 混合在一起 好 不用怕就是這樣 慢慢混合慢慢 混合 分離 分離有什麼關係 分離沒關係啦 不用怕 你慢慢慢慢慢慢的 其實他們會聽你滑 好 他們會聽你滑 那你看 等一下 這邊 剛烤出去 鏡頭外面 我沒有做手夾喔 就真的只是這樣子而已 好 好 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 液體的部分其實有很多的 慢慢慢慢慢慢拌 好 不要急 不要急 好不好 慢慢來 好 把它弄勻 然後回來 沒一家啦 會焦點燥 對 我媽說的 會焦點燥 好 然後這邊呢 好 下來 來 哇 這時候就還蠻漂亮的 有沒有喔 看到 對 會不會消化 我也不知道 看起來不像消化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很優雅的 再拍一張照片 等一下就馬上分享 給我們的粉絲們 對不對啊 好 班君 不要臉笑 阿嬤也可能說 不要臉笑 阿嬤很可憐 一直被我拌出來 阿嬤很可憐 阿嬤可能現在覺得 耳朵好癢喔 好 這邊拌均勻之後 再來 然後這時候 你會想說 為什麼不把它換過去玻璃缸 好 為什麼 麻煩你們動了 我先想一想 為什麼這個盆子選的 也還蠻大的 這個大概是 22公分左右吧 欸 是嗎 我忘記 應該是10 我忘記幾公分 好啦 其實 這個到這裡 或這個到這裡 都是OK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不對 或是什麼 什麼問題 絕對沒有 那主要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玻璃這時候很重 所以把它弄回去 就有點 嗯 沒這樣說欸 就是 會等一下 你要抹抹的時候 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 有麵糊 然後又有玻璃 對不對 好 這時候我們把它掛乾淨 然後我們烤箱 預熱應該差不多好了 好 這時候我要講一下 水波爐最近真的很多人問我 你知道嗎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又開始封水波爐 所以我要一個那個 注意的地方 你不要從頭說 唉 我自己都買水波爐 然後我叫你們不要買 不是喔 我不是叫你不要買 我只要告訴你說 我的經驗是這樣 那我發現我水波爐之後 那我基本上 我就把舊的蘑菇波爐給處理掉 然後呢 這時候 我本來覺得OK啊 水波爐 就是 把它處理掉 有什麼不行的呢 對不對 沒有什麼不行 但是你要想到一件事 水波爐是多記憶體 所以呢 當我發現說 當我發現 痾 痾 你 像我剛剛奶油要加熱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問題 你仔細想想奶油加熱會遇到什麼問題 一般我們習慣烤箱會先 會先預熱對不對 好 我發現 錄影很累 因為我在一邊講話 然後我一直想說 我現在到底在幹嘛 不要亂搞 好 我說 當你要用微波爐的時候 你烤箱要預熱 然後先打架 所以你要先想好你的 你的整個流程是什麼 那剛剛我在錄影之前 我就要先想好 我到底什麼 所以我就要先把柴菜準備好 之後才開始 好 OK 不要再累消了 你趕快過來 好 這邊 有沒有消化 其實我覺得 還OK 還OK 沒有到很嚴重 因為有時候 你遇到那種可可 做可可蛋糕 巧克力蛋糕的時候 一下就消光光了 這個還好 好 我們用高處的地方 把它倒下去 好 OK 好 那剛剛 我的秘方不能公開 因為那是我煮出來的秘方 那 可是我可以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說 這個布朗銀蛋糕 它需要幾顆蛋的海綿 基本上你看 我們剛剛用七顆蛋的配方做出來 七顆蛋的配方 可能會有一點差異 七顆蛋的配方做出來的時候 你看我的 你的麵糊大概長多高 只差一公分左右 就到這個膜的頂端了 好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 這個你們就可以做為參考 好 消化的情況有沒有 沒有 我覺得還可以 還在正常範圍之內 不過我們 不要再繼續講話了 好 我們就把它送進烤爐 那記得送進去的時候 避免還是有泡泡 我講 咚咚咚咚咚 好 這樣 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到底 烤得怎麼樣 下集分享 就這樣 掰掰